你好 歡迎收看12月2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以慧 花蓮縣體育會在日出香榭大道舉行了 112年幸福城市被舞藝展演 縣長徐正偉親自到場參加 而這場精彩絕倫的活動 有500名的舞者參加 呈現多元豐富的舞蹈表演 讓整座城市沐浴在音樂和舞蹈的節奏當中 縣長徐正偉表示 感謝體育會舉辦這一場舞蹈展演活動 他希望所有的舞者在練習時 用心專心表演時全力以副舞 呈現出最好的舞蹈 舞蹈協會委員會 我們的展演真的看到大家 跳得開心 對不對 對 活潑又美麗 健康又活力 是不是 所以 我想在這裡 曾衛和我們體育會王子里的理事長 曹桂香老師 以及我們所有的兄弟姐妹 第一個 我們要練習的時候 用心專心練好不好 第二個 我們要表演的時候就全力以赴好不好 第三個 花蓮縣政府體育會全力支持大家好不好 好 體育會理事長表示 花蓮一直致力於全民運動的推廣 此次112年幸福城市碑舞蹈展演 是文化藝術與運動的完美結合 也謝謝吳東真議員 也長期關心我們體育的任何活動 他也非常的支持 甚至也特別的關心我們身上的部分 我們體育會也會全力來支持各項運動 參與的25個隊伍呈現不同的舞蹈 包含地方媽媽的韻律舞蹈 藝術團隊的現代舞和古典舞蹈 讓觀眾目不暇己 感受花蓮豐富多元的文化底蘊 與會的貴賓包含了花蓮縣議會 武東生議員 韓林美議員 以及各民意代表等 一同到場 共襄盛舉 記者臨結 花蓮市彩舞蹈 記者臨結束